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我是小帆薇薇 今天我們來到了我很喜歡的望遠市場 話說我竟然從來沒拍過望遠市場 不可能耶 對 我也很意外 回去看我以前的影片發現竟然沒拍過 你不認真 沒關係今天就要告訴大家 就是望遠市場裡面有什麼好吃的 然後我個人蠻喜歡望遠市場有個原因 是因為它裡面小攤子非常多 它不是像廣商市場 就可能一定要坐下來然後吃一大堆 它比較像我們傳統印象中 那種小攤子夜市的那種感覺 蠻適合遊客的 就可以邊走邊吃 對 然後重點是這邊韓國遊客也還蠻多的 所以可以找很多在地的韓國美食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的 我們點的有兩個口味 一個是裡面有包火腿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起司的 先來吃起司的好了 哇 裡面滿滿的起司 哇 裡面滿滿的起司 不可能拉那麼長 不可能體質有不在 它比較是那種 不是後片的膚材 後片的也有 這麼剛剛點的這個不是後片的 等一下 好好吃喔 很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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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的起司 起司味滿重 然後不會很膩 對 它起司不會太鹹 不會過奶 感覺是有 真材實用又很貴的起司 再來還有這個第二口味 它裡面是包那種 紫蘇葉 對 很特別 包紫蘇葉然後裡面還有一些火腿 好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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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麵衣炸得超級酥 全像餅乾的 好脆 好脆 而且重點是它 就算炸成這樣 它也沒有很油喔 對 它不是油 可是這個有點微辣 小小的 它裡面是辣椒 吃完豬排現在活力滿滿 嘿嘿嘿 而且這邊其實也有很多 像是賣豬肉炭的 然後更換一些看市小菜 所以呢也可以來這邊逛一下 而且我覺得這邊其實比 逛商更好逛 它很多元 逛商很重複性的東西太高了 太多了 然後這邊是真的就是韓國人 自己會來這邊逛街 就下班來那種逛的市場的感覺 好的我們來到了這家韓國水 刀削麵 然後呢我點的是那個麵疙瘩 反正就是有刀削麵跟這個麵疙瘩 然後它都是手工的 所以呢 蠻多人就慕名而來 很Q耶 通常呢這種湯啊都會蠻清淡的 但跟我一樣如果是比較重口味的 旁邊通常都有鹽啊 辣椒粉啊 可以加 等一下我來加一點點 然後泡菜呢也是自取的在旁邊 吃吃看泡菜 聽說泡菜很好吃 很鮮很甜很脆耶 你不是泡菜達人嗎 不是啊 給它幾分 其實背面我給它8分 好像高分耶 對 因為我吃刀削麵的話 我通常就會 把這些泡菜的那個汁倒進去 讓它味道更好和更香 有一種泡菜的甜味跟鮮味 因為它本來現在是比較偏海鮮那種鮮甜感 對 但就像我比較重口味的話 我就會建議再加這個泡菜 直接把汁給它 沒錯 就直接給它淋上去 好吃到爆炸了 我個人的吃法呢是喜歡加胡椒 加一點點 好 我加了胡椒來喝看 當不小心失手了 喔 還可以啦 還可以啦 它這樣就是便宜好吃 燒個大碗 真的 我跟你講大家來點一碗吃 真的會飽到一個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對 每一人一碗 對 後悔自己為什麼要點一碗 好的 來吃到第三家 很特別的望遠的大辣椒煎餅 然後它也是配那種麻糕里 然後新天好像有點涼涼的 所以裡面大排腸肉 真的排不到耶 好像現在等了有四五組 所以呢我們就外帶 它最有名的辣椒煎餅去吃吃看 用一整條辣椒去做的煎餅 其實老實說我第一次吃耶 我也試… 你也第一次嗎 我是看網上評價很好 所以跑來的 所以像這種很新的東西望遠也有 是不是覺得望遠很棒 就有點像是那種新的美食 創新的那種感覺 創新那種感覺 好像這邊都找得到耶 對 這邊也有很多海鮮 哇 我們點兩個原味跟一個特殊的口味 好啦 要來吃這個辣椒煎餅啦 它真的是一整條的辣椒喔 真的 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把辣椒裡面都挖空 然後塞一堆肉進去 然後變成有點像肉餅的感覺 外面再裹粉去炸 難怪之前有辣椒蝦 可是沒有辣椒辣 不會辣 不會辣 很好吃耶 我可以吃三根耶 我可以吃三根耶 我可以吃三根 還有黑色的 黑色的好像是有一點起司的 在裡面對不對 對 可以看有一點起司 然後上面有灑那個起司粉 好 這多一點點起司味 然後比較鹹一點點 但是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口味 喜歡吃起司的人 好像可以選這個 我很喜歡原味 我覺得因為超好吃 我覺得因為它裡面有辣椒的脆度 所以它口感變得很豐富 吃起來就滿有層次的 對 口感非常多層次 然後重點是也不會太鹹 也不會太辣 所以以前就還很剛好 我覺得很下窮 回去配一下那個米酒或是燒酒 感覺很好吃 好了不要再吃囉 因為太夯了 所以要等20分鐘 剛剛有人做了一件很荒謬的事 我們只要吃兩個肉排 你買了幾個你自己說 他買了四個嗎 你為什麼要買四個 他就說一萬塊四個啊 我覺得也可以兩個啊 你要不要說出真正的原因 好啦 就電影小哥太可愛了 你最後兩隻請給我吃掉 我對不起社會大眾 吃完就沒事 好 我覺得不會浪費食物 好 有人一看到又想吃了 好可怕 望遠市場的魔力 好可怕 望遠市場好可怕 要吃飽來耶 會後悔 看起來好好吃 而且超級便宜的 才1000塊耶 蔬菜口味的炸麵包啦 好多喔 好多喔 這樣1000塊很便宜耶 我跟你說這好像就是台版的水煎包 只是把水煎包拿去炸過 喔 所以他麵皮是鬆軟的 鬆軟的 好吃嗎 很不錯耶 讓我嘗嘗水煎包的味道 他還有一些甜的口味 感覺也不錯吃 他剛剛看有八種口味 那你推薦嗎 可以買一個一個一個來嘗試 如果你真的太飽就不要硬買 可是可不吃 很Q耶 很Q耶 你在拉扯它的時候 它那個Q就是 Q到不行耶 大概三秒幹光一隻耶 太好吃了 吃辣味的 辣味還可以接受那種辣 而且這螢幕超級親切的 他剛剛問我們好不好吃 超級親切的這一家 而且還不怕溝通困難 因為它價格都寫得很清楚 終於拿到了漢堡肉排 OK 然後他要給一個醬 吃個不知道什麼的醬 哇 超多吃的 發瘋 很好吃 它的醬是wasabi的醬 很香之外 它那個漢堡肉排 它肉的比例超級高耶 你有給你混水魔魚耶 人家都講漢堡肉就是肉泥吧 它這個漢堡肉的感覺 我們真的是在吃整塊的牛肉 我覺得它比例抓得很好 對 很好吃喔 去吃吃 好的 望遠市場也有糖餅 然後呢這一家呢是望遠最知名的 然後它有蠻多種口味可以選的 我們選的是這個起司的 很好吃耶 就是跟那個炸雞的起司粉一模一樣 然後甜甜新鮮 好特別的口味喔 它有那個撞出心滋味的感覺嗎 有一種在吃起司丘的感覺 大家吃完鹹食 最後一站可以來吃糖餅 而且又有作味又有冷氣 可以可以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它的起司會大於 它本身那個糖餅的味道 吃進去的時候 你會先體驗到起司粉的鹹 你在嘴巴裡面嚼酒的時候 你最後會體會到黑糖的甜 對 當然就是撞到有層次的感覺 好啦 我們吃完啦 我們總共在望遠市場吃了大概八間有 然後每一間都是大家看到的 就是比較小吃類 我覺得很棒 可以就是三四個人一起share一個東西 我覺得這樣比較可以吃到很多種 那今天吃下來呢 你覺得怎麼樣 哪一個今天最好吃 雖然我現在真的是飽兔的感覺 可是本人還是滿喜歡那個辣椒肉的那一個 因為我喜歡喝酒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個當下韭菜真的very good 原來是因為這樣喔 對啊 因為剛剛位置太滿了 沒有辦法進去吃 那我的部分呢 我自己是覺得 漢堡肉排滿好吃的 因為真的是肉的比例 非常非常的多 吃起來就很像真的在吃肉排的感覺 我不會有那種漢堡假肉的感覺 沒有吃過類似的東西 可是它這一個吃起來真的是 又多汁 然後肉又渣死 它加罐很少 然後但是又很好吃 所以我滿推薦的 好 以上就是望遠市場的探訪禁 總共吃了超多家美食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個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喜歡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隨便追蹤我們兩個的IG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謝謝大家 掰掰 不錯吧 快點 二位 關於三位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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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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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